大家不是早漏的 七月二十九炮星期五了 今天不一样吧 今天又碰见那天碰见的小伙子 那小伙子太客气了 弄得我都不太好意思 那七月初想跟了一段 我还有点瘦统做惊吧 然后 今天第三个学年日 青春跑了 然后跟小伙儿聊聊天 怎么办 今天穿新鞋了啊 今天不下雨了 去买的 新配色的二代的大理事 行那快别让小伙儿 骑着车派了 乱去 咱一会儿聊啊 那今天怎么计划呀 今天还是没计划 还是没计划 对对对 我得要不是把车先停下来 那你那往前停 我别着急 他不是说我这儿弄弄锁上的 那今天跟小伙儿 跑一段 然后咱们再开机 啊 专心跟人家聊聊天 小伙儿明天就 离开北京了 哎 已经跑了18公里了 一个小时了 刚跟小伙儿分开啊 小伙儿今天晚上就去天津了 昨天发了个微信 年少有为啊 今天聊点什么呢 今天 有点感触 聊聊 马拉松训练和生活 为什么有这感触呢 就是发现我最近又有点 状态不好 就是恢复的慢 到晚上 基本上六点多七点 就有点睁不开眼了 然后睡觉呢 睡眠质量呢 也稍微的不是那么好 是睡了 但是觉得不沉 然后碰巧呢 昨天晚上 朋友聊天 还说这么早就睡了 然后今天又看了 早上起来看一朋友圈文章 就说 运动员心脏 大量的运动高心率 会不会有什么损伤等等 然后再加上现在 昨天下雨 右脚的 食指 磨了个小水泡 现在有点疼 我在想 运动和生活 就是 包括刚才那个小伙 第一说我们俩见 他就说 在北京实习 然后 午餐晚餐基本都是兴食 就为了保持自己训练 确实牺牲挺大的 有的时候呢 人积极的时候 人都有这个 积极的时候和消极的时候 积极的时候呢 会把挫折看成 动力 就像那天我说的 你每一次的牺牲奉献 或者艰难的付出 都能成为你回忆中 激励自己鞭策自己的 那个 那一项 但是呢 如果你在消极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哦 好累啊好烦 今天早上起来 出门 出门五点 你家邻居也出门 准确的说是 邻居的上一代人 去钓鱼 还是去运动 哇 没没注意啊 在电梯也跟我聊 他说 那这个天天跑 因为他们不太了解我 那天天跑 是不是不跑也不舒服 我说其实不跑挺舒服的 那对方是不可思议的那个 反应 然后跟他解释 我说 如果你每天是锻炼 就去公园溜溜溜溜 快走几步 坐的操 那你可能 停了一天觉得浑身 紧张 不舒适 对吧 但如果像我每天加上训练 其实是很疲劳的 比方说现在 我距离计划还有 不到两公里吧 我希望赶紧 是为什么我越跑越快啊 好些时候 就是老想赶紧过去 赶紧过去 实话啊 这咱们这频道 主要就是 我跟大家跟我分享的 都是我的 亲身感受 也可能是我 狭矮了 或者没有人家那么的 努力和励志 或者有拼搏精神 你们看我练的挺 挺挺挺苦 或者挺拼 或者挺那什么 但其实我不是一个特有 努力基因的人 在各方面 也包括生活和赚钱 所以老说做自己的教练嘛 你看你自己的性格 要用 对自己有用的办法 激励自己 比方说 像比方说工作吧 挣钱那时候 我激励我自己的办法就是 这是一挑战 这事挺好玩的 然后可能有的人的性格是说 这个事我能拿到 不错的回报 因为可能他急需用钱 或者怎么样 那这些别人不懂啊 只能自己懂 就像跑步 有的小伙伴那次就说嘛 说喜欢把强度放在 跑步 结束之前 否则跑到强度部 就不能像我这 再跑十多公里了 那我正好是反的 人跟人的心态不一样 喜欢的事情也不一样 性格也不一样 就说谓生活上 就是今天早上 我在电梯里跟我们邻居说 我不想让我的这一生太平淡 就只停留在生活 每天上上班 然后过去想拼一拼 然后呢我也会反思实不实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要实不实的正反的去想自己 否则就会越来越偏激 就像有的人锻炼越来越健康 有人锻炼最后越来越过量 有的人减肥 减完以后很健康 有的人最后就 比方说厌食 或者怎么样 就是你要左右去 去想 实不实的 揪偏 对吧 像我有时候越来越极端的时候 比方说这点时间吃的越来越少 或者练的越来越多 或者是睡的越来越早 哎我就 醒醒自己一下 就像有的人那种 治疗一些精神问题 手上绑一皮筋 自己乱想啊 就谈自己一下 是一个意思 这就是我总说的你 激进不能冒进 维持住一个节奏和状态 很关键 行吧 我还有一公里结束 那我们结束再聊 大家加油干 北京今天天气还行 哎 7月29号星期五 清晨六点四十九 训练结束啊 还是一个二十一公里 半程马拉松 一小时三十三 平均的配速是四分二十八 心率是一百五 又把这个B带戴上了啊 光电的 手表还是会飘 平常没事啊 今天应该不会飘 昨天下雨飘了 还行吧 今天跟小伙又聊了一路 聊了十六公里啊 还行 有个人在一起跑呢 就没有那么大的疲劳感 本来今天我是打算跑 跑的慢跑的短的 但是哎 虽然早上起来体感是有疲劳 但是两个一起跑跑一跑呢 我就跑开了 就还好 工作跟生活 还有训练人生活呢 都需要时不时的 平衡去纠正 人呢 在各方面 包括在训练的安排上 时不时的都要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自己 看看变化 比方说 你这段时间训练 觉得特疲劳 那你就反思一下 看看 嗯 比方说这一个月跟上个月有什么区别啊 是变快了 还是变长了 等等 嗯 这都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小小小经验 嗯 不能太较劲 总之就是 是不是 嗯 激进 不冒进 慢慢来 能跟专业的教练有人指导的 毕竟还是少数中的少数 而且 就像我们谈到有些跑步俱乐部也是 呃 强度比较大 是可以出成绩 如果你只要能跟下这个强度 肯定可以出成绩 但是你就要去想说 每个人做自己的教练嘛 自己 适不适合呀 或者等等 其实 坦白讲 第一是社交恐惧 第二是 我也觉得 比方说像元大都这种 我可能 不一定能 顶得下来 我有时候也就 不去想那么多 是吧 行 那这么着 大家加油干 加油下训 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这个月最后一个训练日了